好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動作叫做 門很大欸 快點 我要進去囉 然後你把它拔出來 會滴出來嗎 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 阿菜 怡莉 燒廚房 Yeah 今天是我們第二題 回饋第一集有一點久 因為中間我回去香港了 最近播出之後生意比較好 你生意一直都很好 不要那麼謙虛 而且我看到你上次啊 你這邊私塾是你會再幫他佈置 有setting的是不是 對啊 因為現在大家生活都比較難 所以說加點儀式感進去 大家生活都比較難 OK 首先我們先講一下我們今天所要做的餐點是 我們做法式龍蝦湯 為什麼我會叫一滴說我們可不可以教法式龍蝦湯的原因 是因為上次呢 有一個朋友非常喜歡吃龍蝦 然後呢我就說可不可以來個龍蝦的餐點料理之類的 他就說好 就做龍蝦湯 然後我就說蛤 龍蝦湯都很膩欸 就太膩了 每次吃幾口就覺得好飽喔 他就說你喝喝看麻菜 你喝喝看啊 對 因為我有聽到這個狀況 所以說我們今天做跟我之前做的 我會稍微沒有用那麼濃稠 但是他是很清爽的 就是你喝完是ready去吃下一道菜 因為畢竟法式料理他們湯都在前面 好啦 那我們現在準備介紹我們的來賓出來囉 我們來賓本來會是雨昕 她答應我要來就今天放我鴿子 沒有啦 雨昕她說她有私事 OK 那我們接下來歡迎 珍妮芳 阿菜 妳剛剛攻擊我的村莊嗎 請問妳是動力火車嗎 從上 中 如 中 如 中 眼 而且我剛剛聽到什麼雨昕 什麼東西 有我漂亮嗎 哪有我大嗎 你的刀 這麼快就要了嗎 OK 我聽說妳是John的鄰居是不是 喔 對 其實妳之前好像有跟原來是John的嘛 因為他有上妳的節目 他有介紹我可以一起來上妳的節目 因為我只跟漂亮的女生hang out 唉呦 這什麼好意思 對 那妳平常會做飯嗎 喔有啊 因為我美國吃飯很貴 妳知道就要給那個tax 妳知道還有小費 tax 還有小費 還有tips 來 你訪問他 我們換個位子 那在美國有喝到龍蝦湯嗎 當然 lobster lobster bisqueen delicious 好 妳機會幫我殺嗎 我會殺一隻 我教妳們殺一隻 OK 妳剛剛有跟我提到一個議題 就是說現在的龍蝦瑞典怎麼了 就是瑞典他們現在禁止活的去把它殺掉 在台灣是沒有啦 基本上我們還是用活的 但是就是把它逼到冷凍 或者是加很多冰塊把它凍暈 喔所以它現在其實不是死掉 它是凍暈的狀況下了 對對對 因為這個不是你昨天 我個半夜 我半夜去抓龍蝦 你知道嗎 天啊 我這種東西我沒辦法 因為就是早起的通常都是農夫類 特別早起 我們開始介紹先介紹食材 然後稍微介紹完之後 我們第一步做處理龍蝦 不過我有一個問題 好 它穿這樣子可以 我們穿這樣欸 我都擋住我的姿色欸 我想說就是穿著拍拍亮的來煮飯啊 我是花瓶類的 不行不行 來來來上上那個圍裙 真的嗎 OK 把它遮起來 OK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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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it Stop it 好 那我們現在準備 請你來幫我們介紹食材了 好 我們來介紹一下 基本的蔬菜料 跟我們今天的主角龍蝦 好 基本材料有紅蘿蔔 紅蔥頭 國外叫做乾蔥 這個是茴香頭 但是茴香是一種香料 然後是它的根筋的部位 欸有點像絲羅 它其實是絲羅 誰 誰 通常配鮭魚灰上面會點綴絲羅 喔 就是Decoration的部分 然後因為它的味道本身葉子太重 所以煮這條湯 我們會用它的根筋 然後這個在台灣 一般觀眾比較難取得 所以如果說想要取代的話 可以用西洋芹 西洋芹 但是味道比較重就要加少一點 然後還有牛番茄 一定如果我是觀眾 我現在在看說 蛤 一定我的番茄是那種小番茄 可以嗎 我切個十個 但是我不建議 就是牛番茄它有它的酸度 那個剩女番茄的話它比較甜 它酸度比較少 這道湯的話 比較需要牛番茄的味道 牛番茄 為什麼叫牛番茄啊 跟牛交配過嗎 還是怎麼樣 是沒有啊 就是體積 待會我們會穿上龍蝦 那穿上龍蝦至於 我在請你們幫我處理這些蔬菜料 我們處理 因為它其實這個料會過濾掉 所以說切的功夫不太重要 你有聽到他說的嗎 他說切的功夫不太重要 所以是我們處理 然後我會建議大家先把它動 讓它不要這麼的會動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動作叫做放尿 放尿 放尿 門很大耶 shim up you 我考驗 我放這一隻 另外一隻給你們放 我不行啊 我不行 我這麼漂亮 那我準備囉 可以找到龍蝦 整尾龍蝦這尾巴的地方 希望它有一個洞 你們可以找筊筷子 然後把它 如果它很活 你一定要握緊 不然它反應會蠻大的 它會彈走 然後你就要把它下去 就是它的 就是這個 對 這樣這樣 對 如果你沒有清乾淨的話 進去它就會比較有燒味 這是我們比較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們平常 如果吃龍蝦他們沒有清理的話 就是那個味道沒有那麼純粹 其實還蠻多廚師會忽略的 這隻讓你們試試看 那就請我們今天的來賓來做這些事情 但是你知道有一些男生 就是很into這種東西 那個好像叫馬眼嗎 I don't know Oh my God 我們就是先挑到它一下 Oh my God OK 然後是這邊嗎 快點 我要進去囉 你不要轉啦 very deep 然後你把它拔出來會有 會滴出來嗎 快點 我要進去囉 然後你把它拔出來會滴出來嗎 好 然後我們清洗乾淨之後呢 你就準備一個滾水 然後加入10克的鹽巴 阿這個水務必一定要滾 對 它不要太溫 對 它不要太溫對不對 不然待會冰鎮的話 它溫度不夠 肉就會黏在那個它的殼 如果有觀眾說 啊 我的鍋子沒有這麼大 我要怎麼辦 電鍋可以嗎 也可以 但是我會比較推薦 因為它溫度真的需要比較高 好像五分鐘 肉才不會過勞 那請問用蒸的可以嗎 比較大的那種鍋子 東西放在裡面用水蒸嗎 如果說要那樣馬上吃的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湯 然後因為我們要取肉出來 所以我們需要比較高溫 去讓它整個覆蓋 那真的的話當然馬上吃剝殼沒有問題 但是就取決於在說 肉好不好取出來 欸 那我們一邊在準備這個 我們讓你幫我處理一下蔬菜量好不好 誰 你 我 那我來囉 喔 喔 喔 你很像 你很像那個 美國就是那個 金卡德什的那個 我媽 那女生在外面 她很像 她很瘋 她很瘋 然後我們的五分鐘過後 我們趕快準備一個冰開水 然後把它冰鎮 我們冰鎮要冰鎮多久 欸 基本上你摸它 它不會是很燙的情況下 就可以處理了 喔 温溫的 我這邊處理一隻 另外一隻給你們試試看 這個我們會取它的兩個熬 然後還有它的最好吃的地方蝦身 它那個蝦頭可以跟蝦子一樣 可以吸它的那個汁嗎 是可以吃的嗎 可以吃的可以吃 但是要仔細分它的膏跟內臟 待會我們要取熬肉 從這個關節處 就是左右 好 這樣子要取下來 然後呢這個頭的地方 左手或右手就是把它的頭殼 跟它的身體分開 然後稍微轉一下 好 這是可以慢慢的把它拉出來 喔 所以這個是已經熟了嗎 八分 它其實可以吃了 對 待會我們會進烤箱再烤一下 喔 好 那我們現在來取它 最重要的這個蝦身的地方 這個蝦身我們把它攤開之後呢 用就是手掌 然後稍微把它往裡面壓 然後如果要取漂亮一點的話 我們就會拿剪刀 然後我們就從中間它的 比較薄的殼的地方下去 用大拇指慢慢伸進去 然後邊把殼拆下來 它稍微分開之後呢 你就輕輕的握住它的肉 然後左右旋轉 讓它的肉出來 OK 然後這就是一個 漂亮的龍蝦身 這是就是最好吃的地方 來 接下來我們取它的蝦 蝦的話我們分前端跟後端 然後前端的話我們就是稍微 這裡它有尖刺 所以你們待會要稍微避開 所以不要太用力 這個地方要稍微注意 它的下蝦的地方呢 我們稍微左右前後轉動 不要太用力 然後它這邊會有一個 軟殼 所以會很容易把這個抽掉 那每一隻龍蝦的情況不一樣 如果說你一抽出來 它就裂掉了 你也不要太氣餒了 然後這個要注意它的軟殼 很容易抽到它下面的熬的地方 所以說你要稍微往上一點 拉它出來 然後再把它拆出來 就是這個軟殼 換我 好 輕輕的 對 小心喔 完了 完了 好像已經斷了耶 好 我們繼續剛剛這個熬的地方 它呢 你就朝它這個殼的地方 中間這邊下一個剪刀 然後呢 後面 背部下一個剪刀 然後後面 這邊避開它的尖端 再下一個剪刀 它就會是一個漂亮的龍蝦熬 哇 啊 然後呢 我們這邊還有剩下的角 我們也會處理它 這時候我們家裡會有擀麵棍 或者是鐵的吸管 就是把它的這個手 喔 欸 這樣出來了 有耶 好 那這一隻我們請 我們這些來賓來試試看 Jennifer 那我現在想要Jennifer 再請一個現場觀眾來幫你 OK 來 請站到中間來 這是我們真的現場觀眾喔 What's your name Heidi Heidi OK 三位呢 三位呢 三位比不上你啊 沒有work out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好的助手 我覺得她一定是有在皇宮生存過 還是一定我們就放給他們五分鐘 看會發生什麼事 蛤 不要吧 他們 扯斷嗎 喔 蠻簡單 It's easy 其實蠻好剝的 欸 再來是頭 我想起來 你給你頭 喔 哇 是因為她很新鮮的關係 還是因為 基礎上第一要件要她的關係 我覺得她做得很不好 她直接把它弄斷了 沒有關係 待會兒可以 可以用到裡面 可以用到裡面 再來 我知道這個要剪開來 Rae 她要從旁邊怎麼樣 要捏 喔 那妳來 而且剛剛我還看到 Heidi要走過去的時候 Jennifer直接這樣推太多 我看在眼裡的喔 我來 我worked out 我有重訓 我今天來練手臂很重 今天 Piece of cake 下一步剪刀 剪刀 剪刀 OK 一個scissor OK Oh yes 換她了換她了換她了 換妳換妳換妳 Oh yeah 有有 我覺得妳的樣子出來了 It's coming out 出來了 喔 有出來了 出來了 整隻出來了 一整隻 來 Chef 妳看一下這樣可以的嗎 耶 真的漂亮 好 好啦 我算妳 我覺得妳有成功啊 妳覺得這個 現場的感覺 很酷 就是手摸到了 那我們請Heidi先下去 謝謝 謝謝 來 下個步驟 這個殼啊 我們剛剛的殼就是 它這個頭的地方 我會把它再剪小一點 現在是要教我們怎麼看內臟的部分嗎 這個 這個白色的 沒有顏色的 是內臟 我會習慣的話 會把膏也一起下去炒 看到它的香味出來了 好 我們就先下剛剛的蔬菜料 喔 欸 它站在這邊跟我們在那邊差好多 它站在這邊啊 這邊變好乾淨 我們站在那邊就一整個淋亂 那Heidi我們現在要準備來下什麼東西 稍微蔬菜料炒卵可炒香之後呢 我們就會下白酒 然後 等一下 我們下什麼 白酒 妳還記得上一集嗎 記得 那我們今天可以這個不要加嗎 沒問題 我有準備有加的 跟這個沒有加的 對對對 因為今天我們還有現場很多觀眾啊 還有這個番茄糊 這個是番茄糊 不是番茄醬 就是番茄 paste 賣到我的番茄醬不行嗎 番茄醬不行嗎 直接下去 喔 喔 我們也是上完小開它 好 然後再來就要下番茄丁 這時候會下白酒 那我們今天就不下 對 然後就下 下完白酒之後呢 我們就下水 差不多水的量會蓋過殼 好 然後這時候就先用中大火 讓它泡泡浮起來 然後我們待會兒要撈掉上面的雜質 喔 我們把那個雜質去除掉之後 就用小火慢慢煮 煮40分鐘 好 滾完40分鐘 然後把殼啊 東西啊都過濾掉 嗯 對 我們過濾掉會長這樣 過濾掉會長這樣 就是很輕的感覺 對 然後我們過濾完之後呢 我們會加入剩下的東西 甜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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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甜椒粉 好 然後我們這個玉米粉 我們加一點水 然後我們今天用的要注意 是玉米粉 也會有太白粉 但是它那個的蛋白殘量會比較高 所以說它的顆數會不一樣 而且它會比較稠 然後下這個之後大概會 再滾個五分鐘 然後還有加鮮奶油 喔 鮮奶油 這樣就完成了 滴 好 對 湯底 然後我們下一點鹽巴 那這個地方我們準備擺盤 然後我們會丟烤箱 8分鐘 160度 就8分鐘 對 欸 因為我們今天就做比較輕盈的版本 那正常來說 玉米粉水會再下稠一點 讓它變成稠稠的 對 然後我們今天示範版本 就是比較輕一點 那我早上有 我有取一點它的肉出來 然後擺盤的話就是會把這些 它的渣渣 這是碎掉的肉是不是 對對對 我們終於到了訪問環節了 Yes 你知道現場觀眾都是我們抽出來的 幸運兒 沒錯 有些人他們已經看我的直播 我看六年 有的是從Youtube來的 然後有的是看Instagram 我就是要讓他們體會到現場吃的那種感覺 最真實 最公正 最公平的答案意見 沒錯 等一下就是讓他們來講是什麼感覺 好 那我們要出發了 哈囉 這不是我們愛妮小姐嗎 哈囉 我想這隻龍蝦應該就是妳剛剛自己剝的吧 對 好吃嗎 好吃 超好吃 我覺得湯很清爽 然後肉很嫩 公餅 就是濃郁的部分 我是濃郁的 也 它很會耶 我是濃郁的部分 就是清淡的 它在後宮的話一定就是踩著各個王妃爬上去的人 會非等級至少 好 來 下一位 下一位 這是我們的Instagram來的觀眾 吃了感覺怎麼樣 其實我不太喜歡吃海鮮湯 因為不要怕它那個魚的那種腥味 可是這種湯清爽就很清爽 那你為什麼剛開始知道海鮮湯的時候還報名 其實我就是講說 運氣看會不會中而已 你這樣會讓很多人很傷心 大家現在在螢幕上面氣死了 好 那你講一下這個味道 很清淡 清爽 不會有那種特別的柔絲 然後肉質也很鮮嫩 會喜歡嗎 會喜歡 很喜歡 好 那我們要下一位囉 OK 來 這快吃完了耶 你的感覺是什麼 我覺得它很鮮甜 而且沒什麼酒味 沒什麼酒味 對… 它是因為它平常喝很多 它是酒鬼 對 它感覺不到酒的味道 好 那肉質呢 肉質它沒有煮得很老 所以是滿軟的 那還喜歡嗎 比起比較濃郁的 跟比較清爽的 跟比較清爽的 我覺得它的清爽度很夠 好 OK 那我們再繼續下一位 你是不是已經吃完了嗎 沒有啦 這位就是剛剛吃了一口 就說 我的天啊 酒味 沒有 我光聞就是那個酒味 就會變得跟你一樣 它是跟我同等級的 Safe 你幫我講講話 我去唱歌不喝酒 我也會看掉 一樣意思 你就聞到那個味道就看了 真的… 真的… 所以它等一下會吃那個沒有 我吃沒有酒的 酒的那裡跟我一起看 OK 來 我們再下一位 從Youtube來的朋友 欸 你剩下一隻腳了 對 那你可以跟我講一下 就是你對它的評價嗎 跟預期的差不多 就是對於清爽 你說清爽的成果 因為我的形容詞 對… 你之前有喝過龍蝦湯嗎 有 可是我喝的都比較濃郁的 對 我個人會比較喜歡 喜歡這一種 所以你覺得這次吃了清爽的 你以後會選擇清爽的嗎 對 如果有的話看清爽 它都是很麻糬 好啦 現在是我們的尾聲了 今天一定還是非常辛苦的 我們兩個一直亂聊 然後在旁邊很努力的煮菜 非常地斷定 還會想要有第三集嗎 可以… 還會想第三集 但是不要有Jennifer 我們今天也是順利圓滿結束 那非常期待下次第三集 會有什麼菜色出現呢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在樓下幫我們留言 然後按讚分享 打開小鈴鐺 這間餐廳的名字叫做 很歲 好 那我們John呢 我朋友John的頻道 叫做原來是John 好啦 那大家比較喜歡 看到我們合作的下一集 一樣我們會請觀眾到我們現場了 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了 大家掰掰 掰掰 我們下廣告